我喜欢出去旅游 我就是准备一次 那个儿子几万分之后 我就先找老伴要出去旅旅游 来年儿子要是有孩子了 走不了了 抓紧走的 对 抓紧 没想到啊 本来两个人都聊到未来的出游计划了 结果胡大姐说 有可能要给儿子看孩子的问题 却触发了袁大哥的原则性问题 两人最终产生了实质性的分歧 你那活还有活跟他等吗 啥活啊 孩子一结婚了 过年有孩子 过年一看他看了四五年 六十四五岁 六十五岁 你还游去 往哪游啊 那你要再找个老伴 本来也涉及这个情况 就是给看小孩啥的 你是支持啊还是 你说看小孩 那俩能够一块生活了吗 你结束不了 结束不了 我就想过二十年 我就想过二十年 我再考虑一下吧 那再见 好的 又是你也很高兴 跟胡大姐分开之后啊 袁大哥说 他特别能够理解胡大姐的顾虑 要是让他在看孩子和陪老伴之间做选择的话 他也会选择把小的照顾好 再考虑自己的幸福 那既然和胡大姐不合适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红娘又给袁大哥介绍了一位 同样是家住通话的长大姐 是长大姐吗 是你啊 我去找他 他也有什么事 那是你啊 他本来都在帮助 有什么事 是你啊 个人 你怎么想到这种阶段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那你找他 我去找他 那是他 我去找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女儿听到妈妈无意中说起 她因为打工做饭时 热得身上起了肺子 还特意把小姨叫来 给她后背擦肺子粉时 她才意识到 妈妈单身这么多年 自己又不能时刻陪在身边 确实得给妈妈找一个 能给她温暖和陪伴的另一半了